前天的国阵最高理事会上 前首相纳吉正式被委任为国阵顾问团主席 那难免让人突然摸不着头脑 因为在短短一年内 这个曾经跌到谷底的前首相 靠着他的网红身份 成功咸鱼大翻身 重回到国阵核心位置 只不过纳吉回归所引发的 党内反对声浪也不小 其中巫统资深领袖纳斯利以及凯里 就不大看好了 纳斯利更是反问 是谁让国阵丢失整个江山的 并非常质疑纳吉的能力 猜不透前首相纳吉 还可以给出国阵什么好建议 面对党内有质疑的声音 最近也才刚回归的国阵主席阿木扎西 今天在国会走廊被追访时 已然力挺自己的难兄难弟 说纳吉可以帮助巩固国阵 以及巫统最想任命 谁也能帮助巩固国阵 最重要的是 所有权必须搭起来 帮助国阵与国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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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曾经在纳吉带领下输掉大选 如今却让他回归 巫统总律师阿努扬沐沙认为 谁没有输过 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就是最好的典范 阿努扬沐沙还继续捍卫 仍然还是戴罪之身的纳吉 认为这根本没什么大问题 只不过那集到底会如何扮演好估计 要怎么会向马上护运透过褏 作出复务的角色 给出巩固国阵以及巫统的好意见呢 巫统最高领事阿莫马斯兰德认为 如今在网络上拥有大批粉丝的纳吉 常常在面子书上所发表的意见是管用的 相比起他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的更有用 shows blues and comma 我欣赏 Fr. Najib每天天与他要赞尬 告诉社交媒体 郑不少做对大事 所以我认为他要预告 为他们互相提升 大切的方法 因为他们背景也非常大 那应该真的没有什么人想到 509裁过一年多一点 原本狼狈下台的那集 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 华丽转身以顾问身份强势回归 对于纳吉的回归 昨天纳子里说 大家难道忘了是谁让国阵惨败的吗 那纳子里的问题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疑惑 去年的509爆发的1MDB丑闻 那导致执政60年的国阵被推翻 国家经历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人民用选票宣示 我们不要贪污烂权腐败的政府 而新闻上台后 纳吉也因为1MDB被控了42条罪名 那如果放眼国外 任何领导人如果在选举中输了 不管有没有被控 一般都会辞职下台 以对败选负责 换一批新的领导层来领导党的 我们暂且不说 当下的巫统跟国阵坐在领导位置上 几乎都是同样的班底 都是被选民唾涕的人 而且有很多人还被控贪污罪 那现在连纳吉啊 竟然也可以强势回归 坐上去顾问的位置 的确叫人惊讶 那这次的纳吉的回归呢 似乎表明 巫统国阵准备要以原班人马 继续斗争到下届大选 希望用下届大选的成绩洗白自己 那如果真的能够赢 就等于人民啊 已经判决他们无罪 而在这样的一场翻身战中 纳吉为什么会被巫统跟国阵 清点为正义中的关键人物呢 那他回来对国阵 说就对巫统来说 究竟是资产还是负资产啊 能够为国阵加分吗 那澳洲塔斯玛尼亚大学 亚洲研究所主任张韵豪在透视大马的一篇专访中就表示 他认为纳吉回来对国阵来说 肯定就是个包袱 是个负资产 那虽然纳吉现在在网络上是很吃得开 是政治网红 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 他必须为1MDB的丑闻负责的 再加上啊 社交媒体毕竟不是真实世界 纳吉在网上的人气 不一定能够化为选票的 那这个呢 是一个角度的分析 但还是另外有分析认为 纳吉现在啊 反倒是国阵的资产 而不是负资产哦 政治分析员马兹兰阿里认为 虽然1MDB啊 确实是纳吉的包袱 但只有城市选民这么看而已 对于乡区选民 特别是马来选民来说 纳吉对他们啊 有不同的意义 那马兹兰指出 纳吉在位的时候啊 推广的政策 还有津贴制度呢 为他塑造了愿意照顾少数族群的形象 所以对于低收入的马来族群来说 纳吉的1MDB罪行啊 是可以被原谅的 因为他慷慨地给予他们很多好处 那所以尽管纳吉 必须对国阵倒台 负起最大责任 可是现在 因为低收入的马来群众的不满 他还是能够摇身一片 被视为是国阵的重要资产 那除了能够获取 乡区马来人的欢心之外 纳吉的另外一个本钱 就是他从今年初 就开始重新包装的Boss coup形象 成功在马来摩托族 还有这个马来青年社群里掀起话题 并讨得他们的欢心啊 马自然说 国阵希望纳吉这个讨喜的新形象 能够增加在下一届大选的优势 特别是在30个马来选票 占多数的边缘选区 其实啊 大家也真的千万不要小看 这股Boss coup旋风哦 那从过去几次的公开活动看来 纳吉所到之处啊 都引起骚动 民众是真相跟他拍照 受欢迎的程度真的不比一人差的 特别在政府想要修宪 把投票年龄降到18岁之后 那对于这批在网络中成长的新生代 纳吉的Boss coup形象 似乎可以更贴近他们 对即将增加的380万名 18到21岁的青少年啊 产生影响 那即使纳吉对国阵是资产还是负资产 最终在未来的三年半 还是要看西蒙政府的表现如何 那如果这几年西蒙没有办法搞好经济 没有办法让低收入的马来民众 解决他们最基本的问题 还有没有办法让马来年轻人 对生活感到可观的话 那么纳吉肯定是国阵的资产